费死课题引起激烈争议 不过律师公会和人权组织促请政府 要在这个月召开的国会提成费死法案 加速全面费死 因为数据显示 上诉庭五成的死刑判决被推翻 这显示五国司法存有错误 并认为透过社会支持 持续关怀受害者家属 会比执行死刑 夺取犯人的性命更有意义 尽管民间出现了反费死的声浪 不过律师公会和人权组织 包括了人民之声 还有国际特赦组织却另有看法 今天他们在吉隆坡召开了圆桌会议 呼吁政府应该在来临的国会会议期间 提成废除死刑法案 以尽快废死 因为他们认为以牙还牙 并不是正义之道 政府应该扇招照 这些犯牙资 这些犯牙子是实际上的犯牙 对犯牙 你们他们在和制作的结局 移境之后 团牙的生命 这不是结论 这不是导致的事 社会 我们进入结束 这不是任何众人 律师公会主席乔治·瓦鲁格斯说 透过社会支持 持续关怀受害者家属 会比执行死刑 夺取犯人的性命更有意义 费死能打造更文明 更富有同情心的社会 另外费死倡议律师拉西则表示 目前我国的司法制度并非毫无瑕疵 错误在所难免 根据槟城研究院的研究显示 在289宗死刑案中 上诉庭五成判决 高庭27.7%的判决被更高层的法庭推翻 这证明我国多次出现司法错误 因此律师公会建议 政府应该全面停止一切死刑处决 审查所有的死刑案 并根据每一宗案件的情况 提出相应的惩罚 避免将无辜之人送上绞刑台 律师公会表明 愿意全力协助配合政府废除死刑 包括建议如何修订废死法 以及和受害者家属沟通 让他们知道 废死并不是剥夺他们追求公益的权利 八度空间邓颖会吉隆坡报导